蓝李富贫遭网民人身攻击 港姐冠军A专二 好难取悦到更多人 今日直击 出炉港姐冠军A专二 Juliet 亚军何一婷 继军黄伟齐和BBC 最受欢迎香港小姐的张宝鑫 今五会晤新闻界 冠军A专二被网民 很批样貌不漂亮 而且中文欠佳 她说 我知道 这是别人意见 地球很大 好难 取悦 有网民甚至人身攻击 知她有少牙 又指她自求 新苏亚雷斯吉朗拿电奴 戏少 她说 我觉得好笑 不开心 不会 我知道是评判选出来 他们很专业 我一向对自己有信心 这些comment不会理 只觉得好笑 问到有否想过哭啊 她说我想过 有自觉笑容OK 她自言野心好大 想往合理我发展 她说 我不会觉得我是罪警 不过我知道自己不想变 另外 对于网民是以赛制而戏 Juliet说 其实这次让 评判简直正常 他们是专业 他们入行多年 看得出谁有前置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是对的 即时娱乐 宋仲基和宋慧乔爽 宋婚去后手合体 宋仲基宋慧乔其飞 洛杉矶欲知蜜月 31岁韩国男星宋仲基 宇35岁 乔妹宋慧乔搭档太阳的后 亦然爱火 小哑口预定在10月31日晚婚 两人宣布婚去后 始终为一起公开露面 今有网友拍到两人搭乘飞机 前往美国洛杉矶 极可能为婚礼做准备 或预知蜜月 宋仲基和宋慧乔在机舱内 并未戴口罩或墨镜变装 非常大方 网友指出 宋慧乔在机场 戴的帽子跟宋仲基 在飞机上戴的是同款帽 宋仲基很接近发现有人跟拍 仍落出笑容 展现亲民作风港姐竞选等微波热搜榜 内地网民齐称亚军何一廷 比较好看 2007香港小姐竞选终于尘埃落定 但雷庄夺冠后恶平如潮 郑律玲投两票就决定了经界冠军 水鼠却少儿戏 更曾一度登上微波热搜榜 虽然有位各花入各眼 但单看三家港姐获选后的合照 大部分内地网民都指出 亚军何一廷进过冠军雷庄 留言 我觉得左边的那个比较好看 并获于1800人赞同 亦有部分网民 成继军黄伟齐都好样过雷庄 留言 中间的不如两边的 都有788人赞好 雷庄 成为双要冠军后 其被质疑赛果内定 并被揭其家地十分富裕 父亲雷宝文既是香港十大设计师 又是富商 但在香港及海外各地拥有的物业 就以一元计雷庄 今次参选更是父亲提名 至于感情方面 雷庄 那前度与现任都跟他们当互对 其前度是比他大14年的马来西亚富商 现任男友则在家 拿大做牙医 雷庄 有个富贵老豆 现任男友则是牙医小S 别练大鸡鸡 天天赤猛男健康猜小S和老公徐亚军 孕育有三个女儿 结婚14年的两人最近长甜蜜约会 徐亚军还把原本登记在他名下市值 破译的地堡改成夫妻共有 金武小S在脸书铺直秀 出大鸡鸡的猛男爪 神秘地说 我现在的新偶像 而且偶像还每天帮我煮健康餐 许多网友才该男应该就是徐亚军 但也有人不相信徐亚军 本身才练得那么壮 徐亚军已爱穿花色紧身上衣 引起网友热议 小S金铺的猛男赵也是穿紧身背心 网友笑说 穿得这么紧身 一看就是徐亚军 再加上该男 是在地堡主健康餐给小S吃 许多人都认为本尊是徐亚军 无误港姐竞选等微不热搜榜 内地网民齐称亚军何一婷 比较好看 2007香港小姐竞选终于尘埃落定 但雷庄夺冠后恶评如潮 郑玉玲投两票就决定了金界冠军 谁数却少而喜 更曾一度登上微波热搜榜 虽然有位各花入各眼 但单看三家港姐获选后的合照 大部分内地网民都指出 亚军何一婷进过冠军雷庄 流言 我觉得左边的那个比较好看 并获于1800人赞同 亦有部分网民 成继军黄伟齐都好样过雷庄 流言 中间的不如两边的 都有788人再好 雷庄 成为双要冠军后 其被质疑赛果内定 并被揭其家地十分富裕 父亲雷宝文既是香港十大设计师 又是富商 单在香港及海外各地拥有的物业就以一元计 雷庄 今次参选更是父亲提名 至于感情方面 雷庄 那前度与现任都跟他们当互对 其前度是比他大14年的马来西亚富商 现任男友则在家 拿大做牙医 雷庄 有个富贵老豆 现任男友则是牙医小S 别练大鸡鸡 天天赤猛男健康 猜小S和老公徐亚军 育有三个女儿 结婚14年的两人 最近长甜蜜约会 徐亚军还把原本登记在他名下 是指 破译的地堡改成夫妻共有 今午小S在脸书铺直秀 出大鸡鸡的猛男找 神秘地说 我现在的新偶像 而且偶像还每天帮我煮健康餐 许多网友才该男应该就是徐亚军 但也有人不相信徐亚军 本身才练得那么壮 徐亚军一爱穿花色紧身上衣 引起网友热议 小S金铺的猛男赵也是穿紧身背心 网友笑说 穿得这么紧身 一看就是徐亚军 再加上该男 实在地堡主健康餐给小S吃 许多人都认为本尊是徐亚军无物